有什麼樣的情境女生 是會特別想愛愛的 哇 這句話有造喔 我覺得這個是我很想分享給大家的 比如說我們現在都是可能40歲了 或者是說也有更年長的情侶 那你一定會有一些你過去的事情 就是也許是好的 也許是不好的 如果有人跟你說 我知道你那時候那樣做 一定有你的理由 我覺得這個沒有辦法不外逃 就是那個就是一個 完全的接納 就每個人當然會有自己的價值觀 就覺得說應該要這樣 或是應該要那樣 為什麼你那麼笨啊 或是怎麼樣 就是很多的想法 可是有時候 有時候我們分享一件事 那已經是一個過去的事 就自己也無可挽回的事情的時候 如果有人說 我知道你那樣做 一定有你的理由 就會覺得被接納 被理解 我覺得這個影片下 女生可以留言分享 因為其實比如說我是看泌尿科 所有的患者是男性多 很多人也都想知道說 到底要怎麼跟女生聊天啊 要怎麼樣取悅女生 有時候是真的不知道 就想要做好 可是真的不知道 那我們可以 大家一起集思廣益 尤其是女性的觀眾 也可以提供更多的靈感 或是男性的觀眾 他也提供說 他以前做了什麼 他就scoring了這項 總結一下我們這個題目 什麼樣的情境女生 是會特別想愛愛的 因為那些細節 有時候比較反覆 但是我覺得有幾個 或者可以參考的 比如說第一個是 讓她覺得她非常美 非常的有價值 她其實是比較會想要 有這一些活動 而且也比較容易開心 再來就是說 她覺得非常安全 非常被接納 不是只是好像是一個 被利用的工具或是物品 就是她是非常被接納跟保護 被尊重的時候 她也可能會比較想愛 還有就是說比較放鬆的時候 大部分的人都不是像劉德華 或是像金城武這樣 可是我覺得一定要相信 就是我們雖然不是長成那樣子 但是我們可以從其他方面 也使別人很高興 比如說你的男朋友 每天起床看到你要去上班 他都說 他說哇 你穿這件衣服 好好看喔 就是你就會覺得很開心 就是會覺得 好像她今天也仍然很喜歡 讓她覺得她是非常被愛的 她也比較容易turn on 是比較容易高潮的 你可以為你黎醫師做一件事情 她一定會很愛你 就是為她 清蒸一隻螃蟹 不會我可以為你清蒸三隻螃蟹 你黎醫師告訴我說 她不太會下廚主菜 她最會做的一件事情 我就會蒸螃蟹 因為我們如果訂閱破一千萬的時候 一千萬 太難了吧 破十萬好了 破十萬好了 對對對我們可以來捐螃蟹 哈囉大家好我是詩瑋 歡迎收看詩瑋愛健康的節目 邀請大家呢 動動你的手指頭 趕快幫我們訂閱兩系密碼頻道 讓我們頻道呢 可以讓更多的人知道 大家一起來學習 密尼科方面的專業知識 當然呢也有性醫學 要跟大家一塊來分享 今天在節目當中 我們邀請到了醫師 要來歡迎的是 台大音樂密尼科女神 江儀寧醫師 嘿大家好 四位好 好 欸要說服你寧醫師呢 因為有太多人都太喜歡你了 欸真的嗎 欸我告訴大家 我偷偷洩漏給大家 要說服你寧醫師的話呢 有兩大招你一定可以做的 第一個呢 是我們講過的摸頭煞 就是這樣子 寧寧你好乖喔這樣 是你沒辦法抗拒的嗎 呃之前啦 你進化了是不是 你現在太好是不是 我現在進化了 就是因為我前陣子 就看到另外一個心理學文章 它就是說 就是會隨便摸人頭的人 就是它相對會比較容易有一個 控制的慾望 就是比較沒有邊界感 就所以 所以我就反省了一下 我就想說那我戒掉這個 戒掉這個習慣好了 戒掉這個習慣好了 可是你知道嗎 根據日本網站的統計啊 有大約呢八成的年輕女生喔 她表示說呢 如果有比較年長的男生喔 摸她的頭呢 她會直接喜歡上她 因為感覺自己像小寵物一樣很可愛 然後就被摸頭這樣子 對對對 但是 兩方面都可以參考 但有一招 我沒有告訴過你們 秋天快到了 你可以為你寧寧醫師做一件事情 她一定會很愛你 就是為她 清蒸一隻螃蟹 不會我可以為你清蒸三隻螃蟹 因為有一次妳寧醫師告訴我說 她不太會下廚主菜 她最會做的一件事情 我就會蒸螃蟹 最會蒸螃蟹 而且每次到秋天妳就很會做這個 對我們如果訂閱破一千萬的時候 一千萬 太難了啦 破十萬好了 破十萬好了 對對對我們可以來蒸螃蟹 真的 妳為什麼那麼喜歡吃螃蟹啊 就是 因為我有一次 有一次在基隆慢跑 就有一陣子在基隆工作 然後就 經過那個和平島有很多 魚飯嘛 然後我就跑跑跑 就看到很多魚 就停下來看一下 然後裡面的大姐她就說 欸 她說這個螃蟹很新鮮來買 然後我就想問我幹嘛 我不會煮 然後我就 但我還是問她 我就說但是我不會煮啊 她說沒有關係啊 她說妳就拿回去 然後妳燒一鍋熱水 滾了以後丟進去 七分鐘之後拿起來 然後我說那要怎麼吃 她就說妳就拿那個廚房剪刀 把它剪一剪 就是可以吃哪裡 妳就吃哪裡 我就是惱弱 她這樣跟我說我就 坐著坐 我就坐著坐 然後我一吃我就哇賽 驚為天人 就是 是花蟹我還記得 一隻那隻好像七百塊 但是很大的一隻花蟹 所以就從此以後就 喜歡吃螃蟹 然後到秋天我就會請朋友啊 就是會去我們那附近的螃蟹店 就買很多螃蟹 然後弄在大蒸籠裡 就煮大堆 然後吃完之後就喝姜湯嘛 就會有跟朋友一起 喝姜湯啊 對才會溫暖 因為那個螃蟹有點偏寒 對 哇 好 所以各位不要說我沒告訴你 佩寶 我又告訴你了 好但是呢 接下來我們要來討論到的是呢 如果呢你可以把握住喔 有八個時刻呢 是女生非常想要愛愛的時刻 如果你可以好好的把握住的話呢 會事半功倍 或者是說會讓女生更加的愛你喔 首先呢第一個時刻呢 其實剛剛我跟妮妮醫師在討論 我跟她有動同的同感 就是那個生理期快到之前 還有正在生理期的時候 對 不曉得為什麼欲望會比較強烈耶 就是她其實可能跟人的黃體激素有關係 那相對來說就比較容易有一個 性慾產生的感覺 在這個世界 好 欸可是生理期阿艾你贊成嗎 還是只要有戴保險套都OK 我覺得只要有戴保險套 然後之前之後有清潔 那當然容易感染的女孩子還要加上一些保養 比如說口服的半月梅定阿甘露糖阿 或者是灌波尿酸 就是如果真的很容易感染 有一些方式保養膀胱 但是至於說是不是生理期 我覺得相對沒有那麼重要 可以請教婦產科醫師啦 下次有婦產科醫師來的時候 對生理期的前跟之中 真的是女生性慾會比較高漲的時候 對而且有時候 可能在驚奇的當中 因為他相對情緒又比較低 或者是說有的人會有一些不舒服 我覺得這就有分成兩個路線 有的人他就會覺得說他完全不想要動 他又更不舒服 但是也有的人他可能說 他做了腦內非有分泌 他會覺得比較好 而且子宮會收縮 對也許更容易排得乾淨 但是這就是會要問當時的另一半是怎麼想的 另外還有一個是網路上說是遠距離戀愛之後的久別重逢 小別勝新婚 基本上我們沒有辦法遠距離戀愛耶 你可以嗎 你可以嗎 我也許可以吧 但真的比較久沒有看到 可能會覺得對方更有魅力 有這個可能 乾才烈火 還有一個是說喝酒了以後就可能 但是是很少量的吧 就是不是所謂喝到昏倒了 我們就跟你講說那個 我跟我的好朋友們在咖啡館那群男生的垃圾話嗎 真的耶那群男生們通通都說喝太醉真的沒辦法 心有餘而力不足 就是喝太醉不管對男生或是女生都是 就是感覺都是下降的 對 但是其實在很少量的時候 就是也許一兩杯紅酒 就是你有覺得知道有喝不能開車 可是沒有到不清楚 或是說走路 茫茫的 茫茫的時候可能對某一些人來說 不是所有人 某一些人特別緊的人 他會有一個放縮效果 比如說我有一個我的朋友 就是我在跟他聊天的時候 因為我是泌尿科醫師嘛 我的朋友也會諮詢我 他就會說 他就會說他每次要跟女孩子 發展一個親密行為的時候 他都會有很多的擔憂啊 他就會想說這做下去是不是就要結婚了 然後就是 就是要怎麼樣對方才會滿意啊 他就是會有很多的思考 但是有時候真的想了太多的時候 反而會影響表現就太焦慮了 所以如果說我們自己 我這個男性 是一個比較 為別人著想 容易想得多 煩惱多的人 就是自我要求 比較高這樣子的人的話 我覺得少量的飲酒 其實是 會有一點幫助 就是幫我們把這些 這些資訊收開一點點 那反而你的海綿體 比較容易張開 舒緩那個焦慮感 讓你不要那麼的焦慮 對 提槍就上 不要想那麼多 但還是要問好對方 他同意 第一個要尊重對方的身體自主權 但是就是 就是可以放鬆一點點 就是 因為我後來也發現有很多人 他是真的很想要表現得很好 就是發現很多男性 他們都是 就是很 很大愛 很想要服務社會 就是就會希望說 真的做得很好 但是 但是我的感想是說 可以 我覺得可以慢慢的嘗試 就是不用 一下子就非常好 都可以有一些進步的空間 就不用對自己要求那麼高 OK好 另外還有幾個人 想要安安的時刻 不曉妳是否贊同呢 有人說大吵一架之後呢 男生喔 男生呢 有會提高百分之二十的信譽 欸我講不是男生 但幸述女生也會啦 欸大吵一架之後 愛愛是最好的道歉方法嗎 妳覺得呢 妳民意是 我覺得有可能 但是也許還是要聊一下 但是有時候吵架 妳會不會覺得 有時候吵架吵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有一些東西妳真的 妳真的是沒有辦法達到一致的 對就是 就舉例來說 假設 假設我覺得 愛馬仕的包好好看 但是我另外一半 她覺得還不如買賓飾 就這種東西如果吵架也沒有一個 共識跟結論 沒有非被誰對誰錯 但是她也不用得到結論 因為我們就各自去賺錢就好了 就是不一定要對這個事感到一致 可是有時候兩個人不一致 她會有一點不舒適 這一些不能解決問題 就換一個方式來解決 我覺得可能也是一個方式 妳覺得吵架之後的愛會讓人更刑奔嗎 我覺得有可能 但是我自己的感覺是 也許她也是一個和好的方式 就是這個 這事情就過去了 另外呢有幾個時刻呢 男生一定要好好的來把握囉 或者是妳自己也可以來創造 比如說呢 聰明的去讚美女生 讚美女生很聰明 很有智慧 很有品味 比讚美她漂亮好有用 真的嗎 其實我覺得讚美應該都應該都是 還蠻有用的 都還蠻有用的 就是比如說可以稱讚她 給妳的意見很好啊 比如說妳的男朋友 每天起床看到妳要去上班 她都說 她說哇妳穿這件衣服好好看喔 就是妳就會覺得很開心 就是會覺得好像她今天也原來很喜歡妳 就是但是那個可能要有一些 表情動作跟那個語氣都綜合起來 就是表現的真的非常的讚賞 這個女生那可能也是蠻有用處的 然後還有一個我也很想分享給大家的 就是之前在節目也有聊過 就是說男生是比較視覺的 對 視覺動物 但是女生她是比較心靈 她會很受到一些語言的影響 所以如果說妳營造一個情境 讓她覺得她是非常被愛的 她也比較容易turn on 是比較容易高潮的 就是我最近聽到了一個說法 我覺得很想要分享給大家 就是說因為我們人 比如說我們現在都是可能四十歲了 或者是說也有更年長的情侶 那妳一定會有一些妳過去的事情 就是也許是好的 也許是不好的 然後那篇文章她就是在說 當我們傾聽到對方的時候 那她可以說 她說我知道妳這樣做一定有妳的理由 哇 這句話有造 對我覺得這個是我很想分享給大家的 就是身為一個中年女子 就是妳發生了很多故事之後 如果有一個人跟你說 心靈到為止都飛了 對 如果有一個人跟你說 欸我知道妳那時候那樣做 一定有妳的理由 我覺得這個沒有辦法不愛她 就是那個就是一個完全的接納 就每個人當然會有自己的價值觀 就覺得說應該要這樣 或是應該要那樣 為什麼妳那麼笨啊 或是怎麼樣 就是很多的想法 可是有時候 有時候我們分享一件事 那已經是一個過去的事 就自己也無可挽回的事情的時候 如果有人說 我知道妳那樣做 一定有妳的理由 就會覺得被接納 被理解 我覺得這個影片下 讓大家女生可以留言分享 因為 因為其實 比如說我是看泌尿科 我的患者是男性多 很多人也都想知道說 到底要怎麼跟女生聊天啊 要怎麼樣取悅女生 有時候是真的不知道 就想要做好 可是真的不知道 那我們可以 大家一起集思廣益 因為比如說我跟思維 我們只有兩個人 我們可能可以想出一些 我們跟我們朋友的 這些喜歡的事情 但是說不定我們的觀眾 尤其是女性的觀眾 也可以提供更多的靈感 或是男性的觀眾 他也提供說 他以前做了什麼 他就scoring了這一項 就是有可能也可以提升這個 總結一下我們這個題目就是 有什麼樣的情境 女生是會特別想愛愛的 那因為那些細節有時候比較反覆 但是我覺得有幾個 或者可以參考的 比如說第一個是 就是他覺得自己非常美 非常自信 非常有價值的時候 他其實是比較會想要 有這一些活動 而且也比較容易開心 然後再來就是說 他覺得非常安全 非常被接納 對就是說不是 不是只是好像是一個 被利用的工具或是物品 這樣的感覺 就是他是非常被接納跟保護 被尊重的時候 他也可能會比較想愛 還有就是說比較放鬆的時候 因為如果說 他剛剛是下班玩非常累 他還沒有 然後還處理完小孩子的功課啊 什麼之類的 對對對 就是他還沒有 完全的得到放鬆 然後你馬上就說 我們來吧 對就是 可能就會效果 比較沒有那麼好 好 我最近呢是因為工作 真的很心煩意亂 然後我就覺得很悶很煩 我就傳訊息問了我一個男生朋友 我都說 我就問說 那如果你這樣子 就是有點低潮悶悶的時候 你都怎麼樣自我鼓勵 然後他就只回了一句話的 那一瞬間 我當下就覺得很心動 他就回了一句話 就說 有盡力就好了 哇 我就覺得 好棒喔 我就感覺我好像隔空被摸頭了 你知道嗎 就是有盡力就好了 就是不用去太在乎成功或失敗 就有盡力就好了 因為他一定就是知道 我就是一個凡事都有盡力的小孩 好棒喔 怎麼我眼淚都要掉下來了 真的 我覺得那種男生的那種貼心 跟真的關注到女生的感受 其實會讓你的 會讓女生 女生會因為心靈的激動 而讓你會特別的在發生愛的關係的時候 就會覺得有那種 幸福相連結的感覺 對 對 因為當然我們大家都 大部分的人都不是像劉德華 或是像金城武這樣 可是我覺得一定要相信 就是我們雖然不是長成那樣子 對 但是我們可以從其他方面也使別人很高興 對 或者是適時的說一些話或者是挑對時間愛愛喔 以上的這些都是提供給大家來做一個參考的 希望可以對大家有所幫助囉 我們也非常謝謝妮妮醫師 謝謝 謝謝 你最近有最心動的時候嗎 我最近有最心動的時候嗎 欸 我問網友說 然後那個一生愛你千百回的事情 就是 有有有 我最近有一個超心動的時候 喔 好好好 就是 有一次我跟朋友去去咖啡館 然後就 那個老闆他就說你有沒有聽過流聲機的聲音 然後他就拿了一個流聲機 他就用手這樣搖搖搖 然後就傳出路易斯阿姆斯重要的聲音 還有瑪麗蓮夢露 然後就覺得那個箱子裡好像有人在唱 唱歌 真的覺得是一個無法抑制的那種 魔幻時刻嗎 真的覺得好想要去買一台喔 那種感覺 欸你怎麼不是好想要談另外 是說好想要去買一台 就是那個聲音真的是 好喜歡 OK 歡迎訂閱兩星密碼頻道 同時 太陽星全校科貝爾益生菌 在中天快點購熱賣中